神的话 就着我们的经历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的良 而第二件事情 它是我们生活的指南 对不对 它是我们路上的灯 脚前的光 让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到底在婚姻上神怎么看 到底在教养上怎么看 在夫妻里面 人际关系怎么做 我在世界上 在职场里面 我应该用什么态度 我碰到这样子的情况 应该怎么反应 我碰到那样子的事情 我应该怎么做决定 这个人生的指南 人生的智慧 圣经是智慧书 给我们属天的智慧 不是属地的 第三个 我们刚才讲到的 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兵器 你如果没有这个征战的兵器 怎么打仗 所以我们礼拜二祷告会 特别引用了 《撒末尔记》上十三章 以色列跟菲利斯人打仗的时候 以色列全家没有铁匠 所以碰到征战的日子 除了扫罗跟约拿丹 父子两个 没有人手里有刀有枪的 请问这个仗怎么打 教会要拓展神国 那么多仇敌的攻击 你教会在那边自己 关起门来 住在comfort room 享受温室的快乐 仇敌不会碰你的 当你起来要为了神家活 要进入属灵征战的时候 如果发现我们手里没有刀 没有枪 我们怎么打仗 所以我记得我十七岁去参加一个聚会 那时候那个讲员就在台上挑战我们 他说神的话在你手里 到底是圣灵的宝剑 还是一只鲁尾 神的话在你我手中 到底是圣灵的宝剑 还是鲁尾 根本没办法打仗的 拿在手上好看而已 他说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 刚才也讲到 他是教会建造的蓝土 对不对 然后 也讲到是我们整个生活 还有我们认识神救恩 认识神计划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你怎么能够了解 人怎么样子可以得救 你怎么样子可以了解 神在人身上造人的计划是什么 你怎么样子可以了解 我们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做勇士 将来我们进到勇士要干什么 这都是帮助我们认识神 认识神旨意很重要的途径 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地讲过 这五件事情 神的道对我们来说是生命的粮食 生命成长必须 没有这个 生命没有喂养 我们生命不会有能力的 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指南 是我们处世的智慧 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生活 到底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那么第三个 它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 第四个 它是教会建造的蓝土 告诉我们怎么样子 来建造和神心意的教会 第五个 它是让我们认识神 认识救恩 认识神旨意 必要的途径 你看到没有 至少我们这样一讲 讲到了五件事情 所以在整个神旨意里面 神的话 神的灵 是不可少的 那今天我们讲到 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圣经 那圣经是太重要的事情 但是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今天 不在圣灵里面 来读圣经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 从神的手中 来接受圣经的话 原谅我说 圣经对你我来说 只是白纸黑字的一本书 只是你书架里面 这么多一本书 中间的一本 是什么 颜色的一本书 算到一本书 是什么 就是翻译 个字在 中间的天赫 可能中间的一本书 如果现在要 再用城 处理 这种 可责 氏